HELLO 大家好 我是乌拉 那今天呢來到宜蘭羅東這邊的 今天要的啤酒工廠叫吉姆老爹 我問我這邊有沒有愛用那邊吉姆老爹 那我每一次呢來宜蘭我其實都很常來這邊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是很喜歡喝酒的一個人 所以來到宜蘭呢一定不能錯過 就是來這邊飲湯 所以待會呢我會進去幫大家做一個介紹 同時呢我也要把我這一瓶啤酒桶給裝滿喔 就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吉姆老爹的餐廳裡面 那我點了一組的所謂的四個小杯的這個啤酒 首先呢我們先來試喝這一個叫做小麥白啤酒 小麥白啤酒呢它的味道比較淡一些 但也是有它的那個香氣在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不常喝啤酒的人 我覺得小麥白啤酒還蠻不錯的 那現在我來試試看第二個 第二個叫做史從豬來 好像是今年有跟白蛋貓做合作的啤酒 試試看 它喝起來有一點微苦 有一點像黑啤酒的味道 但是黑啤酒的味道呢會這樣更重 那這個比較沒有這麼重 那它那個有一種像那種烤焙的香味在裡面 第三個的話是這個 這個叫做聖夏馬賽克蘭 我來喝喝看喔 它味道比較苦一點 那它聞起來會比較有水果掉性的味道在裡面 那這三個呢是我今天點的飾飲杯 那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的選項可以去挑 那大家來到這邊的時候可以到 我會才自己選擇自己想要喝個啤酒喔 好的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點呢 叫做香草飛飛 香草飛飛是宜蘭羅東這邊 一個很有名的香草園 它裡面有附設了很多透過香草去做出來的很多東西 那包括這邊也有一些肥皂乳液之類的東西 我自己到這邊呢最喜歡的就是他們的香草茶 那各位有興趣來這邊的時候可以進去這邊參觀參觀喔 hm atrás 後面 現在呢 我們在香草菲菲裡面的天空步道 你看那邊 天空步道 那它是會在香草原裡面內部的 環繞四周呢 都是很多的植物香草 好的 不曉得大家對於我們今天去的兩個地方有什麼想法呢? 麻煩在下面的留言處告訴我這兩個地方你比較喜歡哪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麻煩幫我們按個訂閱給我們一個支持 那就先這個樣子喔 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先進來吧 我們去按個訂閱給大家的按鈕 breve junction點 按個訂閱給大家的按鈕 按鈕謝謝 我們按鈕 按鈕 太多的是按鈕 然後按鈕 按鈕 一點點鈕 即使可以按鈕 我們先進來自動的影片